我们上次说到 那个办案人员打听到 林园外把钱钱全部 套回石家 谁知石家没有来打点 那个阮城见感 就立即叫人提审石道泉 正要用刑 这个时候 四府来提人 没办法 阮城只好把石道泉交上去 这样一来 那个阮城就被激到要死 就埋怨起那个办案人员来了 将他到手的钱退回去 又叫他抓定主意 不多送十二两来就不接受 如今搞到竹南打碎一场空 于是就押着那个办案人员 叫他赔钱了 那个办案人员又埋怨起 他的上司 说他不乘机要钱 结果两个人就互相迷远 不再话下了 再说 盈厅文书到了杭州 果然不出手臂所料 员工没有来付一个回问 反而求四府重宽发落 盈厅也不深究 随即将杜泉释放回家 就是见到老公回来 都不知多高兴呀 杜泉不见了女儿 一问 才知道女儿卖身旧符 将自己卖去林宅 不禁大哭了一场 又得知好在是手臂出力相救 急忙和儿子来到手臂衙门 叩借了 过了两天 又去林家探个女儿了 好在个女儿在那里 外珠小姐又好喜欢她 一起做事的姐妹 也相处得很好 杜泉见感 也就放心回家了 无限卖身的钱 还有十八九两在 杜泉就用这些钱 置了些粗用的家司 用了三四两 还剩下十五六两 买了些杂物回门口 做了小买卖 想挤回些钱 用来熟个女儿回来 又发誓不再行医了 丑儿见他老爸件事 搞停妥命 手臂出粗的时候 就仍然去交场学武了 另一天 丑儿正和他老爸 在门口一起看铺 忽然见到一个看相佬 前来买纸 那个看相佬 将丑儿的样子 仔细看了看 就说 好相 好相啊 道传见他赞得奇特 就问了 先生 你说谁好相呢 那个看相佬就说 小人你铁嘴 在江湖上 看了二十几年相 富贵贫贤的相 不知看过多少 从来没看流眼的 今天见到两位的专相都很好 想到你们是父子等啊 道传就说 你我正是犬子 但是先生说 从来没看错一个人 为什么 现在又说我们两父子好相呢 怕是看错了 那个看相佬就说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尊相如果不嫌啰嗦 让小人 仔细跟你分析下来 道传就说 好想请教 只不过 小弟家贫 出不起相金 不敢怒烦 那个看相佬就说 什么说话 小人又不是见钱眼开的 你没见到我招牌上 有三不收吗 第一 以家贫贱 将来富贵的不收钱 第二 以家富贵 将来贫贱的不收钱 第三 以家贫贱 终身贫贱的 都不收钱 之所以有三不收 因为贫贱的 送出的相金也有限 将来等他的相 认验了 发了贪贱的话 给出的相金 定然是丰厚的 而那些富贵人家 没有谁不喜欢听奉承说话的 你说他将来贫贱了 必然会很生气 说我看得不准 还指以他给钱吗 至于那些终身贫贱的 那些人 那个看相佬就说 转上不要看轻了 照小人看来 去年春季不利 应该有非来还和 好在有阴德文化解 不至于大海 请问今年贵更呢 杜传就说 我今年三十二岁了 那个看相佬就说 现在 你的命运还算平平 较了四十岁 到备运就好了 续续有四十年好运 虽然不能够时君自民 但是黄蜂告命 却是不小的 大海不出一二品之外 伦富贵显明了 还不至于这样的 恐怕还有半个儿子的大显明了 杜传一听就说 先生又来取笑了 小弟虽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不怕跟先生说 去年三月果然犯了妆 非灾黄和 几乎一命难保 好在小女孝顺 情愿卖身救父 这样才把我救回出来 我那个女儿 现在在人家家做妹子 又何来有半子之荣呢 我的儿子今年才八岁 大字都不识得一个 我也没能力送他读书 风告从何而来呢 那个看相佬就说 专上你这么说就错了 我又不要你的上金 奉承你做什么呢 我也不晓得 灵爱是不是迈了身 只是根据专上 应该有极贵的半子 至于风告了 一点都没错的 现在这位灵狼 专上又非常吻合 将来必然大贵 照小人看来 不用读书的 灵狼眼上大煞 功名应该在枪头上得来的 日耳品黄风 是扎拿狗吻的了 不用多少年 十年之后就会见分晓 到时不要不识小人了 道传就说 什么说话 不要说这么富贵了 稍微有点运行 叮当相宝 那个看相佬说完就要走了 道传就说 成蒙先生美意 不要上金 但是说了半天 小弟仍安乐 先生未曾吃饭 如果不嫌弃 不如吃一餐便饭 先走了 那个看相佬就说 好啊 我只是吃个早餐而已 既蒙盛情 那就不客气了 于是 道传就叫丑儿看店 自己就和那个看相佬 走入里面了 周氏拿出饭菜来 看相佬见了 立即站起身来说 打扰了 周氏就说 什么话 只不过是粗茶淡饭而已 不要见怪 说完放下就走进去 那个看相佬 又望了周氏一眼 就对道传说 嘿嘿 我的酬金 十拿九韵了 道传就说 怎么说呢 那个看相佬就说 正话见了专嫂 却又是一位 告明夫人的相 你们一家人的相这么吻合 哪有看错的道理的 吃完饭之后 道传进去拿茶 周氏就说 那个先生一卵嘴地说 把我们说得这么好 如果真的这么幸运就好了 道传就说 唉 我只求一碗饭吃 把我女儿熟回来 那就心满意足了 哪敢只意这么多啊 周氏就说 我听说南云外 最喜欢算命看相的 不如将她推荐过那儿 一扎 我们家里没有相金 推荐去那儿 让她多拿点钱 二来 我们的女儿在那儿 乘机也叫她 看下相感 道传一听 认为很有道理 于是就和那个看相佬说 他们一起来到林家 园外一听 很高兴 说了一声 请进来啦 就叫那个看相佬 先和她看一下 那个看相佬 把林园外 上下看了看 就说了 小人就照直说 园外不要怪 园外就说 照直说就得了 看相佬说 看你的相 腰身端口 天仓龙起 一生财络风影 可惜眉目不清 贵就不敢说了 你头皮宽口 面色红黄 瘦于鼓起 再看你脚身肥下削 恐怕紫色艰难 好在 右颜红肛套路 都有半个贵子收成 林园外看完相 就请看相佬坐下 进去 跟她老婆说 石刀传 推荐了个看相的 倒有点准 说我有钱 有长寿 只不过不贵起 生子就难了 不过命中 有半个贵子收成 我想 我年近半百 现在都不知几快活 原本是不想做官的 生子就怕有点难了 说到半个贵子了 大女的女婿 将来必然显答 至于乙女了 生得粗糟 其他又麻麻 想起跟贵世无缘 你说这个看相佬 是不是句句都准呢 他老婆就说 是石刀传 推荐来的 我们家里的事 他哪一样不知道 肯定是 他告诉那个看相佬 知道 这样 谁说不准的道理 如果要试他 之后将两个丫鬟 和两个女儿 改头换面 大家调转 装束来给他看 连石刀传都瞒着 不让他进来 这样 你的看相佬准不准 那不是一试就知道了 圆外一听就说 好计好计 你快去叫个女儿和丫鬟 你改换一下 我再和那个算命佬 进来看相 林圆外老婆就走到大女儿间房 说 石刀传 推荐了个看相的你 你爹 说他相得很准 我想是刀传 才跟他说的 现在叫你姐妹两个 和两个丫鬟 改扮一下 给他看 好试一下他的眼力 我想不如叫毛霞扮成你 小桃扮成你妹妹 你们两个再扮成丫鬟 你说好不好呢 外主就说 蟹蚁和毛霞改扮 那就没说不行的 虽然贵贱各别 毛霞打扮起来 外貌还可以冲得上大家女子 只不过叫蟹蚁扮成丫鬟 恐怕天下没有那么漂亮的丫鬟 如果操作上市 或者看不出来 至于妹妹和小桃 就不用改装了 妹妹本来操作 样子也生得不一样 相得不好 也不能说那个看相佬不准 至于小桃 走出来就成个丫鬟 就算如何乔装打扮 都摆不脱他那副丫鬟相 反而被那个看相佬看出破绽来 连带鞋和毛霞都被他看错 这样反而不美 她妈一听就说 我女儿说得真的有道理了 那你快点和毛霞改换装束 我去叫你妹妹 原来我老婆说完就走了 外主就把自己的花裙收鞋 金银首饰给毛霞 和他打扮起来 毛霞一打扮成个大家龟兽 外主又把毛霞的鲸布裙拿过来 把自己打扮成丫鬟的样子 就和妹妹一起出去了 正是人不可貌上海水不可斗梁 不知道那个看相佬有没有看得出来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